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 今天呢,繼續我們的方塊方舟啦 各位,我們上一集呢 找到了這一個落腳處 然後並且蓋了 一個非常非常簡陋的小窩 蓋完之後呢,我們就結束了嘛對不對 然後我已經看到有一隻很可怕的愛鳥在那邊了 哎呦,感覺有點可怕耶,怎麼辦 為什麼我們家附近老是要出現這種可怕的生物 希望是不要過來啦 我怕我打不贏他27級,我們三角龍現在才15級應該是打不贏 可是感覺他越來越逼近了也有點害怕 好啦,不管啦,反正呢,我們到時候再來靜觀其變 那一隻會不會過來不曉得,我們現在提升一下血量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這個要準備呢,要來抓一隻 五齒一龍 捕捉到之後呢,就會比較方便了 你看他在那邊自由的翱翔 待會我就要讓他補自由了 我不知道這個遊戲有沒有流星錘啊 應該是沒有吧,我記得方舟是有啦 應該是沒有,對沒有 所以說我們只能用麻醉箭矢把它給射下來 51級 哎 你怎麼死啦,哎,我攻擊力有這麼高嗎 這要斧頭敲 哎,我攻擊力有這麼高嗎,射三件他就死了耶 而且我是麻醉箭耶 哇,不對吧 一件65 我記得我攻擊力是設定預設值啊 怎麼會這樣子啊 來 哎 一發入魂 哇,在射第二件他就要死了耶 哎呀,啊這個就是直接給他吃肉啊 哎,我的肉勒 肉都在這裡啊 好 等一下他就起來了 啊,周遭的 周遭的生物是無法對他造成危害的 哎,沒有錯 OK,那就不用太擔心了 然後我們現在馬上來做一下五齒一龍的鞍 哦,可能還要在第二塊哦 啊,這個可能要在第二塊哦 啊,馴服之後呢 啊,我們就稍微訓練他一下好了 啊,把他給訓練起來 然後呢,老頭之後打算要開始開礦坑了哦 只是 我現在不曉得礦坑要怎麼開好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往這邊挖的話 一定會挖到 挖到邊界嘛 所以勒 我們在我們家這個地方開挖好了 就決定是這裡了 啊,會不會太靠近 這個礦坑會不會太靠近 不然從這邊開始挖好了 順便挖一點銅 挖一點銅礦 要敲這個是要敲很久啊 啊,如果可以挖銅礦就好了 想要做一套銅礦 想要做一套銅礦 欸,講到銅礦 我是不是要先做煉 那個煉金爐啊 煉金爐是不是也要先搞出來 看一下啊 啊,對就是這個 熔爐 唉唷,他醒來了 做一個熔爐 然後這傢伙醒來了嘛 對不對 給他上個鞍 一切都是如此的順利 啊,我沒有想過我可以這麼的順利 來,上去 耶 咬 是不是 啊,這個咬肉也會很快嗎 最起碼我是肉食動物 肉食動物咬這些應該也超快了吧 血好少喔 哇,這個血真的是有點少耶 咬 咬了三塊肉 欸,在陸地上不能咬,要在空中才能咬啊 好奇怪的判定啊 然後這個給你設定成被動 欸對 不要亂動就對了 喔,好大一台 哇,放錯了 好像不能改了耶 算了,就這樣子好了 我們可以做玻璃啊 我們就主要是這個 啊,我們銅礦石 沒問題了,我要繼續挖礦囉 欸不對,在挖礦之前呢 蠟燭 這個蠟燭帽呢 看能不能先做啊 可是好像沒辦法做蠟燭帽耶 不行 他需要假殼樹 假殼樹這個東西我們還沒獲得 還是說假殼樹我們可以自己做 欸可以耶 要研磨器 啊,突然想到要研磨器這東西 我都遺忘他了 我們完全遺忘這傢伙了啦 啊,太久沒完就是為這個樣子 做個研磨器出來 然後放在家裡 放這裡好了 這樣子,假殼沒有問題了吧 有了有了,有假殼樹了 喔,終於可以做了蠟燭帽 這個帽子呢 可以讓我 看得清清楚楚的 千辛萬苦我們終於可以挖礦了是吧 哈哈哈哈 怎麼這麼痛苦 來吧 趕緊把它戴上去 我們的帽子在哪裡啊 找到了 好,應該會有用途吧 我覺得 來吧,繼續挖 好 喔 可以挖嗎 這是什麼 需要銅鎬 這是硫磺 欸,怎麼是硫磺啊 我要銅啊 2,000 years later 欸 這個嗎 喔,終於挖到銅了 天啊,終於有銅礦了 我好開心啊 這個銅怎麼可以這麼的深啊 我的天啊 我家銅礦可以挖 哇,一次挖十個 那這樣我們可以挖 挖完之後可以 全部拿去做成裝備了 太棒了 啊,終於終於終於 好啦,這邊挖完 我就要離開這個鬼地方了 該死的 那還真的蠻多的 源源不絕 繼續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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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啊,挖了這麼長 欸,幹什麼 嗨,你好啊 你是來迎接我的是不是 啊 你是來迎接我的是嗎 哈哈哈哈 啊,怎麼 我挖在那個地方啊 來迎接我的是吧 來,趕快把我們的 銅做一做 啊,我們生火可以用美嗎 可以 做幾個 他這個 沒辦法選擇製作全部嗎 啊,可以 哇,這要燒那麼久啊 HOMG 好吧,繼續慢慢給他燒 可以做了 太棒了 修理前 這是修裝備的吧 應該是不太需要吧 啊,我們現在可以太換新了 而且這都沒有耐久 超爽的 這都可以丟掉了 這都可以丟掉了 來看一下銅鎬挖多快 啊,我銅鎬可以挖多快 而且也可以挖這個了 好爽啊 哦,終於啊 哦,銅鎬敲兩下就爆了 銅鎬超讚 我愛銅鎬,銅鎬愛我 啊,硫磺不知道能幹嘛 反正就先挖就對了 哦,有這個四半功倍呢 您說是不是 啊 多戳一下 我們防鎬嗎 銅鎬 這個要鎬頭我們沒有 我們就只能先做銅裝吧 哇,這需要大量的皮革哦 我們想要大量的皮革呢 可能就要用我們的三角龍了 我三角龍血比較多 攻擊也比較高 來,頂起來 是不是 會不會死啊 誒,幹嘛 哦 哦 很痛 啊 啊 怎麼會 不 我都三角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哇 青門踏戶啊 誒,我的三角龍還來啊 誒,他沒反應耶 可不可以把他射運 他來了他來了 他跑了 哇,還我三角龍啊 哇,就像殞落了 天啊 可以把他撿回來 2000 years later 銅裝全套 已入手 耶 棒哦 誒,我不應該做頭才對的 對啊,我覺得我不應該做頭 因為我頭要拿來 造名用的有沒有 那我們還缺個盾牌啊 等一下 我怎麼做兩件這個 哇, 鞋子可以做嗎 鞋子給做嗎 好家帶鞋子還給做 我怎麼做兩件褲子啊 啊,我做兩件褲子要幹嘛 嚇死誰啊 來,鞋子 完成了 啊,怎麼感覺好像有點帥有點醜啊 長這個樣子有沒有 哈哈哈哈 同裝全套 啊,看到我發狠了沒有 啊,真的是 我的恐龍又被被又被滅團了 被前面那個該死的那個什麼鳥啊 害鳥是嗎?害我都想要抓一隻的你知道嗎 啊,要抓害鳥其實也不是很難啊 就挖一個地洞就好了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下一集大概抓這隻害鳥 你們說好不好 啊,翼龍的部分我們可以再重裝沒有關係 啊,就像這樣子吧 好啦,那麼今天先到這裡結束啦 我們呢,挖了地洞做了同裝 現在有同稿跟同斧了 啊,算是 好的開始吧 欸,不過壞的是我們 啊,又失去了我們的大軍 啊,必須要從頭開始了 哎呀,真的是挺麻煩的 好啦,一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呢 記得按下喜歡訂閱跟小鈴鐺 以及在影片下方留言 啊,說出你們的看法 想要老頭做些什麼事情呢 都可以 好不好,那麼呢 記得多多支持老頭 讓老頭的影片呢 更成長茁壯吧 好吧 那我們下一集方塊方舟再見 下集再見,拜拜